本來那一個句子是說 我想告訴這個世界你才有病 然後是建國說得改成 我想告訴這個世界我們都有病 只是我更明顯 以前我覺得我跟這個世界是敵對的 但是在他改我的稿子的時候 突然間覺得我跟這個世界是站在一邊的 我燒個開水我們就出發 因為我得喝茶 每天得喝茶 昨天剛好有幾個人來這裡住 然後我就泡了茶 我八歲就開始喝茶 就是我們那邊那種烏龍茶 然後半包半包就泡 福建我覺得影響比較大可能還是 它就是南方的那種比較小隻 然後比較含蓄的這種風格吧 就是它可能不太像北方比較好放 比較粗獷的感覺 然後大家在開玩笑 在說笑的這個方面其實是不如北方人 比如東北人他有特定的這種搞笑優勢在 有這個搞笑記憶 但福建人就偏向於是更含蓄一點的表達方式 好美好啊 我其實看喜劇比較少 看綜藝比較多 早期的像當時的東安瑞士的那種綜藝開心一百 然後再到後來的虎安瑞士的快樂到本林 然後天天上上啊 包括央視最早期有個什麼政大綜藝 綜藝大觀那個我也看 就他們是透過一個電視屏幕 去讓你感知到這種快樂 然後這種快樂又不是它 就是移動你樂為目的 就是兩個人在互動在聊天之中 產生的那種愉快 你能夠感受到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電視節目很神奇的地方 可能很多人會覺得 是因為我家裡人可能比較幽默 才會讓我有一些這種幽默細胞 沒有我爸我媽是非常非常嚴肅的人 不會開玩笑那一種就是非常的拘束 然後非常的就是格式化 原則化很強的人 出高中其實很大的一段時間 跟父母是拒絕溝通的一個狀態 包括我跟我爸小學初中高中 都沒有處得特別好的關係 我爸就是屬於那種傳統式的中國爸爸 一直到小學都是會被幾乎會被欺凌的一個狀態 然後一直到中學開始交朋友之後 然後我覺得朋友跟老師兩個部分其實改變了很多 就是去看待事情 看待這個世界的方式 變得溫暖很多 就是大家沒有把你當成一個特別的 特別不一樣的人在看 然後大家會跟你玩 大家也會跟你生氣 包括老師會揍你 會批評你 就是你就覺得 你就跟這個世界上走在路上的 每個人都是相似的 我想想 就是 之前做民宿的工作 然後要開聯會 我們那個步完就沒有人願意站出來 沒辦法我就被拱上去了 拱上去之後我說 哎呀那我也不會唱歌 也不會跳舞 要不然剛好就覺得脫口秀好像 好像挺新鮮的 偶爾有一天在搜 脫口秀怎麼寫 然後百度很自然地推了一個本地的脫口秀的一個二維碼 我 就是Lucy的微信 然後一直到5月的28 29號吧 就是Lucy說 有一個線下的開放嗎 我也沒有想要上台 我說我講話這樣有點特殊上不了台 Lucy說你先看看沒事嗎 然後就 就上吧 硬著頭皮上 就上去了 我的時間只有三分鐘 然後 就是大家對你的鼓掌啊 歡呼啊 你就覺得 哦 好不一樣啊 我說我特別感謝的是那一場 那一場要是沒有觀眾的那個反饋喔 其實我不會再去第二次啊 我就回去工作 就是這樣 還有誰 還有誰 就就就你倆 我們現在第一趟車接你倆 然後第二趟車接那個 接那個 Rock跟紫浩 然後第三個 哇哦 這裡都飄了 Rock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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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每次小巷都會有杯咖啡 對 他好 好愛喝咖啡 哥哥 哦 怎麼還有吃過的 這個 小佳老師的跟拍記者 然後我們平常不要吃到鏡頭了 又要拍電影了嗎 欸 不 沒有 你寫了怎麼樣 不怎麼樣 昨天剛讀完稿 然後 一些概念 你怎麼跟最後 這都是概念 現在有一個核桃梗吧 現在有一個概念的方向 我看過的第一個專場 線上專場就是 John Rivers的專場 然後那個專場 也是目前我看了好多片的專場 就是 它是了不起 麥瑟爾夫人的原型 但是你能看到一個 老太太 七十多歲的老太太 經歷靜致的在台上去 跟你闡述很多關於她 對於很多的話題 包括宗教啊 包括一些婚姻啊 包括一些自由的這種闡述 然後你覺得好酷喔 訓練營的話 我當時我記得我 十一月底 當時還在參加 奇葩說的一個千人老 當一天 接到了一個短信說 我通過的那個訓練營的出事 是從一千五百多個人當中出事選了五十個人 對 然後我說 哇 好震驚 然後我當時的老師是成路 成路就說 他說 你要不要試著把你的一些身體上的東西去寫成段子 然後我說我想寫 但是我不知道怎麼寫 他就給一個方向 他說 你可以把身體上的一些東西 來給它做成一些可能更優越感的東西 然後展示給觀眾 讓觀眾去感受到你的那份樂觀 今天有幾個人來著 GO GO 欸 今天有幾個人啦 晚上觀眾 觀眾有幾個人嗎 對 三九十八 哇 還挺多人的 我可能就是會擔心賣不動票 之前最開始長沙跟杭州都沒有特別賣的動票 然後這個也是今年節目一直想做好 因為好像就是節目走得越遠就越好帶票 其實是這個道理 但如果說演出比如說主演秀 可能不好帶票 我就覺得可能我準備的東西不是很多人看得到 就會很惆悵 所以就 這個是一個目前來說 有今年的比較大的困擾 對我來說就是有一種衝擊 因為如果我去年上了兩個節目 然後票就其實沒有特別好賣 那比如像有些線下的 他根本上過節目的演員 他可能就更難賣 可能觀眾他就不知道你這個人 那他的困境在那裡 他又應該怎麼辦 這裡是一個電視台是嗎 你這個問題有點 好像很弱智 那還有廣播知道嗎 廣播電視台 太弱智 忘掉這一幕 你的衣服沒液好耶 那你幫我液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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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是耳掛 我可以拿著 沒事 我要是耳掛 我要是耳掛 小心耳 小心耳 小心耳掛 有耳掛嗎 有耳掛 在這裡 有耳掛 看到了 小家是哪個 小家是一小家 喂 喂 拍了嗎 喂 是這邊沒錯吧 是這個在這裡 哈囉各位好 我是小家 我是一號 貼名字吧 貼名字 貼名字 OK 貼吧 我們要往哪走啊 稍等 稍等我 好的呀 其實想說的肯定有很多 但最想說的我覺得還是想把我的關於死亡的這個東西去分享給大家 從我父親去世之後我對於生命的一些理解其實不太一樣 我覺得目前我們對於死亡的一個態度還是不要害怕 但我想說的就是不要去畏懼死亡 這個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不要去害怕分別 因為我覺得如果那些愛著我們的人走了 他依然還是在愛著我們 他還是那一個我們至親的人 這個是我目前覺得我可以處理得更好 而且我一直覺得有這種想話 是在我開始寫爸爸那個段子的時候 我感覺突然間他就活在我的文字裡 那種感覺 就是他是沒有離開過我的世界 他就一直存在在我的筆觸裡 在我的稿子裡 當我在寫稿子的時候 我就是再一次一次的去懷念跟他的過往 那他就一直在停留在我的腦海裡 然後你會不斷被他的溫暖包裹著 包括很神奇的是 就是我講爸爸那一個視頻是在12月 然後微博發布的時間是在清明節那一天 說剛好趁這個節日 然後那天去賞墓回來 突然間覺得好像我可以發育好這一個 讓人看到的人看到 所以小時候我爸問我 你想到我想當 想幹嘛 我說爸 我想當個笑話 我爸那五下說 嗯 好的 我得寸進尺 希望有天你能來看我的笑話 怕了之後第二天起床 就收到了很多微信 然後突然一看 那個波紅量五萬了 再過幾天一看 哦 快一百萬了 兩百萬這種 就是你冰冰之中 你感覺就是有爸爸的力量在 就是他也看到了 觀眾會覺得死亡這個話題太冒犯 當時還不理解 但是你再細想想 如果說一個話題有人感覺到有一些些冒犯 那說明這個話題是有意義的 他可能本來不在一個討論的空間裡面 但他現在有了討論的餘地了 這裡怎麼溜冰呢 它是冬天會結冰嗎 18點國慶去長白山 那才第一次看到雪 我記得很深的就是去長白山的時候 還給我媽打一個視頻 然後當時我爸我外婆都在家裡 然後他們說有看到雪嗎 我說有看到有看到 就是很興奮 我爸唯一出過省的是在 因為工作去了三峽 那是他唯一是出過省 一直到上大學我爸開始 突然間你就覺得 我爸開始會撒嬌了 就是特別在他身體慢慢變差的 頭兩眼突然間就說什麼 你吃飯了嗎 然後你什麼時候回來啊 有點想你啊類似的 我很不習慣 我會覺得一個突然間以前那麼剛強 那麼要面子的爸爸 突然間會沉下去跟你撒嬌跟你示弱 你突然間覺得身上有責任變更重了 就是他好像已經不是一個可以頂天力地去承擔這個家庭的人 你要變成那個人 我覺得我最沒有後悔的一刻 是他臨走的前一個月就是花了他說 下車回來你好久沒回來而想你了 然後我不知道為什麼就是那一週就回去了 然後那是我見過的就是他的最後一遍 就是非常的巧合 在見面的時候他就已經走了 對 所以我媽跟我說剛生下來那會兒可能很多的親戚會勸我媽說你再生一個 你在 你得有一個人來跟你養老 這種事我聽說聽我媽說的 我自己沒有感受到那份就是親戚們對你特別灼熱特別不一樣的眼光 我有問他 我說對啊 那為什麼不生一個 但是我媽當時給我的解釋就是 因為家裡的負擔很大 就是如果再生一個的話 就是你不可能再把我去培養了 也才因為這樣 後來才會著重地培養我 我其實不在於一半被當成弱勢群體 就是我上次去地場正常排隊國安庭 然後有個工作人過來他說 你跟我走我嚇死了 我以為要高 我以為我嚇死了 然後他把我帶到老幼遺產通道 他說去那排 他說去那排 我很生氣 剛剛明明在那已經快排到 趕快快點 因為現在 最開始去年的第二輪 本來那一個句子是說 我想告訴這個世界你才有病 然後是建國說得改成我想告訴這個世界我們都有病 只是我更明顯 我突然間就愣住了 就是在讀稿會愣住了 原來這個是一個更好的方式 它已經超過了脫口修稿子的部分 它是一個突然間有個哥哥糾正你對人生的一些思考 就是以前我覺得我跟這個世界是敵對的 但是在他改我的稿子的時候 突然間覺得我跟這個世界是站在一邊的 這個就是所謂和解的過程 它不是說是你硬和解的 是你突然之間就有一種體股灌頂的感覺 我當時五百塊 然後跟我阿姨就住在一個那種工廠 因為我阿姨就是在他們家都在廈門打工 然後住在工廠的那種廠房的一樓 非常潮濕 那個牆壁是斜的 然後對過去你只要兩張床 我阿姨跟我一戰學者 我跟我弟學者 然後一上小窗戶 對過去是本地人的那種骨灰師 就是晚上還放著紅光的那種 就在那邊生活的有半年多 我一直都不覺得自己生活又酷 就是你好像能接受很多東西 就是不管 他会有多辛苦 或者大家看来 就是好像你不应该过这种生活 在我看来他不是辛苦 他就是一个必经的过程 我到后面 一千五百块的工资 开始自己出来租房了 房租一个月五百 没有窗户 没有空调 夏天是会被热醒的那种 我也不觉得那个雕库 因为你至少住在一个 自己的小房子 包括我后面再到另外一个城中生 八百五住了三年多 有窗户还有两个窗户呢 然后还有空调 你就觉得他又比五百块 好像又多了一点点幸福感 我还挺想做节目的 我想做一个我可以策划的节目 我小时候看综艺节目 然后会模仿 我把自己房间关起来 然后把窗帘拉上 坐在窗帘面前 假装自己在做一张节目 比如说我想去带一些特殊的群体 或者说是一些 可能他们有很多想做的事情 但不敢做的 去尝试的 我们一起去做一做 去挑战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